百亿富豪的星盘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要知道 星盘中的财工是二工五工和八工 二工是正财 但他所带来的财 常常没有五工和八工多 也没有这两个工位的财来的汹涌 通常一夜暴富的人都有好看的五工 而机缘巧合暴富的人会有显赫的八工 有了这个逻辑线索 我们来看一下比尔盖茨的星盘 就会发现他的两颗极星 刚好就分配给了二工和五工 吉星在这里的作用是 让你的发财过程变得更加的顺利 也会让你的财来的更早 比尔盖茨二十多岁就发家了 跟其余的亿望富豪相比 他的人生显得顺利太多 实际上很多人看他这张星盘 左眼点都会先放在月亮高挂上 因为这个位置是比较声明显赫的一个位置 所以加上月亮在这张星盘上独特的结构 使得比尔盖茨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人 如果你不炒股 也许你不认识巴菲特 但不管你是谁 你都应该认识比尔盖茨 接下来我们看看乔布斯的星盘 和比尔盖茨有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金星和土星同工或产生接纳关系 土星在传统的三星学上是凶星 凶的是情感离遇 但是在物财富方面 却有着不容小觑的积累一行 比尔盖茨的离婚对于公众人物来说 是爆炸性新闻 但实际上翻越过完 你会发现他曾经和自己九岁的女人同居过 即使结婚已经也没有和对方断练 而1999年 他曾经追求过公司的女员工 对方跳出来指令他违反了反垄断法 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虽然在观念开放的西方 这些陶色新闻不算什么 但土经相遇确实会给人在情感层面 带来不利的影响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相似的相位结构 就是金木天组合 很多战云士都特别喜欢这个组合 哪怕是形成关系也好 之所以喜欢这一组合 一方面是因为金木都是极星 极星之间即便是形成关系 也不能完完全全论凶 而天王星代表的是快速突变 因此金木天常常造就的就是神话 比尔盖茨的木星天王星同落狮子族 一同行和他天蝎宫内的太阳精英和土星 乔布斯则把天王星发挥得更加的传奇 一度是拳最终又重回神堂 他就是金星对冲木天的组合 而奇怪的是巴菲特的星盘中 也出现了金木天的组合相位 并且这三个人的星盘中 都出现了大十字这样的相位格局 所以用四句话来总结这些百亿富豪的星盘配置的共同特点就是 金木天赋的快土生金不留万二五八守的财 大十字财自来